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开始 首先来介绍一下 如何实现一个函数 也就是函数它定义的一个基本结构 我们还是用我们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snappad来看一下 好 现在我打印出来的这个 就是一个函数的基本的一个结构 好,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在Path里面 是使用def这个关键词 来定义一个函数的 def关键词后面 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这样的一个函数的名称 好,接着是这样的一个参数列表 记得参数列表的两边 需要用一个括号 把所有的参数给括起来 好,那么在第一号函数的最后 记得要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冒号 然后后面 我们还是使用我们所熟悉的 这样的一个空语句或者是站位符 代表着函数体 所谓函数体 就是我们之前所学习的 这样一个代码块 你呢,可以在这个 Pathen的站位语句里面 编写任意的代码 好,那正如我们的ifl一样 当我们来编写这个函数体的时候 前面一定要有一个说紧 Pathen的函数呢 同样没有我们所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括号 那么除了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函数的基本 第一之外呢,我们对于函数呢,还要再讲两点 我们开始啊 第一啊 Pathen的这个参数列表呢,可以没有 第二点是呢,在这个函数的函数体里面啊 我们呢可以使用return这个关键字啊 来返回函数的结果 结果呢,我们用venu来表示 好,那么如果函数,它的这个函数体里面 没有这样一个return语句的话 那么Pathen认为呢,你返回的是一个none啊 这样一个空值 好,那么我们下节课呢,来讲一下这个none啊 我们这节课呢,还是集中精力来理解我们的函数 好,那么我下面呢,我们来编写两个最为简单的函数啊 来看一下 好,第一个函数,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编写一个函数,实现两个数字的相加 就第一个啊 实现两个数字的相加 好,第二个我要求你呢 打印输入的参数 那么呢,第一个实现两个数字的相加 我们尝试写一下 好,第一f关键字 然后呢,我们呢,把这个函数命名为add 好,然后接着是什么 接着啊,是我们的参数列表 我们呢,分别把我们要输入的两个数字呢 命名成这样一个sy啊 好,接着就是冒号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函数体啊 我们的函数体呢,这里呢,实现啊 这样一个x加y 我们呢,把结果呢,命名成result 等于x加上y 好,最后呢 如果说两个数字相加之后 你不返回啊 那么这个函数呢,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呢,返回这样一个result 那么呢,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函数呢 就编写完成了 好,那么这里要注意的是 x,y呢,你可以任意的去命啊 你呢,也可以叫wx 你也可以叫wy啊 都是可以的 只要呢,它符合我们python的变量的名称 的意义就可以了 接着呢,我们来实现第二个函数 同样呢,用def来第一函数 好,然后呢,它是打印输入的参数 对不对 我们呢,把这个函数的名称呢 叫做print 好,接着呢,我们输入这样的一个参数啊 假如说呢,我们把这个参数名为code 然后呢,冒号 好,接着呢,我们用系统的这样一个print 来打印我们所输入的这个code 那么打印这个函数呢 我们呢,是不需要使用return的 为什么呢 我们的要求只是打印输入的参数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呢,已经打印出来了 所以说呢,没有必要使用return来返回结果 没有结果可以返回 我们呢,把除了我们这两个函数之外的 其他的代码都把它给出示起来 我们不管它 我们重点呢,看这两个函数 那么我们首先呢,来执行一下啊 我们的这样一个cr 这个模块 好,我们在at里面啊 来用puzzlecrty执行一下啊 什么都没有发生啊 没有任何的结果打平出来的不对 那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两端代码没有执行吗 不是的啊 它执行了啊 只不过呢,我们这里呢 只是做了函数的第一 函数在第一了之后呢 那必须要有一个地方去调用这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才能起作用 好,然后呢 我们呢,在这个两个函数的前面啊 来调用一下这两个函数 调用的方式很简单 调用的时候呢 只需要使用函数名 然后呢,加上这样的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呢 我们需要指定x和y 好,假如说呢 我们现在呢要算1加1啊 最简单的 好,那么这样呢 这段代码呢 就可以实现啊 add函数的调用 我们这里改一下 我们把这个地方改成加2 好,然后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调用这个add的时候 传入是1和2都不断 那么啊 x和y它将分别怎么取值呢 x到底是等于1还是2呢 好,那么我们说的函数呢 它这样的一个参数啊 参数的取值呢 是按照传入的顺序来决定的啊 x在前面 那么它将接受前面的参数1 y在后面啊 它将接受后面的参数2 这个小规则呢 大家是要知道的 好,接着呢 那我们来调用一下print函数吧 print函数 同样我们输入一个pathom吧 好,现在呢 我们函数有了定义 然后呢 同时也进行了调用 完了之后呢 我再运行一下啊 c2.py c2.py 好,不出意外 这里面报错了 我们看见它报什么错了 它报什么错误呢 它报nameadd 你的脑子里放你的啊 什么意思呢 你这里使用的这样一个add啊 pathom呢 现在呢 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找不到啊 大家想想想 因为我们说pathom呢 它呢 这样一个代码的解释呢 是有一个顺序的啊 你先调用add 但是呢 在后面定义啊 在pathom里面是不行的啊 这一点呢 是解释型语言的一个特点 好 所以说呢 我们呢 把函数的调用呢 我们运动到后面来 放到后面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再运行一下 这段代码 好 然后我们看它又一次的报错了 报什么错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里的这个错误 不是这么的迟惯啊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么我说了啊 错误异常呢 我们需要分两部分来看 首先呢 看最后面的这样一个 最直接的错误信息啊 这个最直接的错误信息呢 它的中文意思呢 就是超过了地归的最大深度 大概那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错误的发生的位置在哪里啊 在这个file c2.py的第17号 看一下在哪里啊 17号 在这里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代码到底出了什么地方 当Path运行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会实行这样一个print函数 对不对 好 但是问题在于啊 我们print函数的内部呢 又一次 调用自己的这个print啊 那么自己调自己 自己调自己 调自己啊 这个呢 就变成了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解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计算机的性能啊 还算不错啊 大家想一想 如果呢 是在以前啊 这个计算机的性能非常差的时候啊 如果呢 你一直在执行你的这样一段代码 自己调自己 自己调自己 那么你计算机的 包括你的内存 还有你的cpu啊 都会忙不过来的啊 所以说呢 现在的一些语言里面呢 它就会检测到 你这样一种自己调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好 那么Path运为了防止你啊 写出了代码 造成了这样一种无限的 自己调用自己的无限低规呢 它呢 给大家册了一个默认的设计 大家看前面这句话啊 它提示你啊 前面的这一句代码 已经重复了超过995次啊 所以说呢 它报错了 非常的贴心 好 换句话说啊 Path运为了这样 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次数呢 限制在995次以内啊 好 我要说的是这样啊 995次 这个并不一定是一个确定的 有的计算机 或者是有的系统里面呢 是1000次啊 也有的呢 默认的是998次啊 这个呢都是不一定的啊 它可能跟大家的这个计算机和系统 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Pathom里面 难道就地规没有办法去执行 超过这样一个995次吗 不是的啊 Pathom呢 其实呢 是可以设置的啊 它可以让你去设置一个啊 最大的地规的这样的一个乘数啊 但是默认情况下面呢 它是给大家设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默认字 以防止大家是由于写错代码 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bug 如果你自己是想去突破这样一个限制的话 你是可以设置的 好 我们这里呢 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既然讲到这里的啊 如何设置这样一个最大的地规乘数呢 我们需要通过SYS 这样的一个门块 然后呢 通过SYS 就是有一个行数啊 就是SYS 这个Crossing Limit 你可以把它设置一个很大的数据啊 这个最大的数据呢 就是你所允许的啊 最大的一个地规乘数啊 如果你不设置的话呢 在我的这个系统的计算机上呢 默认就是995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给大家扩展的一个知识点 因为我们说过了啊 我们的这个课程是入门与进阶 那么我们在入门的图时呢 也会携带一些比较进阶的一些知识 来讲给大家 好 那么此外呢 关于这个啊 SYS呢 设置低龟的最大乘数的这个 还有说呢 也有一个说明啊 我们这里面设置的时刻是 百千万元作的那一百万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 Python 它是达不到一百万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低龟的啊 你设置的这么大 但是呢 它实际内部呢 还是会有一个限制啊 我现在呢 这个新的计算机上呢 是没有测试过最大的是多少的 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闲的无聊的时候 测试了一下 当时测试的是大概在3000多左右 它也不可能达到这样一个100万次 现在的系统和Python的语言版本我没有测试过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测试一下 因为我在实际的工作中 我也确实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100万次的低轨 好,这个就是一个题外 好,我们把它给删除掉 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这个问题引起的原因在于什么呢 在我们定义了一个和内置的Python内置的print函数同名的自定义函数 所以说我一再强调 包括我们之前去给变量定义名称 以及我们现在给函数定义名称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和Python的内置变量或者是内置函数同名 有时候如果你定义的变量或者是函数 和我们Python内置的一些变量和函数同名的话就会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现象 我们这里是花了一些时间给大家分析的这样一个原因 最终分析出来的它是一个无限地位 因为这个函数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函数 但是我们从这个非常简单的函数所引起的现象来看 它报的这个错误并不能够让我们非常直接的找到这样一个原因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才能找到原因的 所以说如果你不想在自己编程的时候给自己平添这么多烦恼 那不要使用Python内置的一些变量或者函数名称 我们这里就随便更改一下 我们基定义的这个Print 更改成一个Print Code 好 更改成Print Code 那么现在我们调用的时候也不再调用这个Print了 如果你此时调用这个Print 它是不会执行Print Code的函数的 它会直接调用内置的这个Print函数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调用函数的话还是调用我们函数的名称Print Code 那么更改完成之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Python C1跟Py 好 没有问题 成功地打印出了Python 好 那么没有报错的只是证明我们这两个函数的变量是OK的对不对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函数的返回结果 好 add 1加 2的话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变量 A来接收 Print Code 我们用一个变量B来接收它的结果 然后我们此时把A和B都挡印出来看一下 好 那么请大家注意 我这里的Print的教你一个写法 我们之前调用Print函数的时候 都是只传一个参数就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传了两个函数 我们看一下两个函数的效果是什么 好 我们再次执行CR 好 然后我们发现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里有Python 3和空三个值 好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大家看一下 而且它的排列还很奇怪 首先打印的是这样一个大写的Python 然后换行了 换行了 换行了之后首先打印了一个3 然后并没有换行打印这样的一个num 而是接着3后面打印出了几个num 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Python代码的执行流程 上面是两个第一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当Python执行ADD1加2的时候 它把计算的结果3复制给了A对不对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 A还没有被打印对吗 所以说屏幕上面不会出现这样一个3 好 然后Python的执行这样一个print code函数 把Python传进来 然后我们配上print code函数的内部 会将我们Python内置的print 把Python打出来 所以说当执行到这样的一段代码的时候 已经有第一个打印产生了 这个打印产生的位置是在这个代码的第17号 所以说它打印了这样一个Python 好 AB 借两段代码执行完成之后 就执行了我们最后的这样一个print 最后的一个print AB 将把A和B的值打印出来 好 那么A的值是3 它打印3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由于我们是在同一个print函数内部 连续打印两个变量 所以说这两个变量会在同一行 好 那么第二个变量B的值 我们讲到过了 print code的内部是没有return的 所以说它会把这个函数的结果设置成像 一个9 所以说print AB的结果就是3和9 好 那么大家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执行流程 给分析清楚 这个我觉得是函数运行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则 我在这节课里面并没有很简单的 给大家就讲讲这样一个函数的定义就完了 大家一定要掌握这样一个调用的顺序 这个才是我觉得函数里面比较难的一个地方 而且我们目前只是举的是这样的一个示例代码 我们并没有去举一些比较复杂的代码 好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示例 它的这样一个执行流程能够理解清楚 好 那么最后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print这个函数上 我们之前调用print的时候都只有一个参数 对吗 现在有两个参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参数的效果和一个参数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打印A的同时也把B给打印出来了 事实上print这个函数它的这个参数是非常有特点的 你们可以在后面用线去调用 随便你调用多少 ABCDE 只要你有这么多的变量 你往里面填的话 它都会给你打印出来 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函数是最简单的 两个这样的一个参数列表 你就只能传两个参数进来了 如果你想在这里加上一个第三个参数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是会报错的 它会明确的告诉你 你这里只能接受xy两个参数 但是你却设计了三个 这是不对的 那么关于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可变参数 我们放到后面来讲 事实上python的函数还是比较灵活 它的灵活也赋予了python函数非常强大的一些功能特性 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能特性 我个人觉得是很多这样的一个编译性语言 它都做不到的 所以说学好函数的这个参数 是学好函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你不能很灵活的去运用这样一些函数参数的话 这个就说你的函数还是没有学好 好的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个会再见